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呢 在我开始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先插播一段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插播的那个视频呢 是一个来自这个国盟的华裔候选人 他名字我叫不出来的 他选哪里我也不关心了 但是呢 他成功吸引了我的眼球 为什么 他之前呢 他为了这个竞选呢 他做了一个举雅铃的那个宣传短片 他现在呢 又有新招了 跳热舞 但是呢 即便我看了他这些表演过后 我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 还有他竞选哪里 我看到他呢 我就只想起了 以前1919大选的时候呢 马华有一个很奇葩的候选人 就是在槟城 丢Maggie Man的那个 因为他的名字呢 有一个密 就是他的外号是Maggie Man什么之类 所以他叫丢Maggie Man 那个非常搞笑 非常无理头 然后 今天这一个国盟的候选人 也是有的来一下 不晃多浪 我今天呢 我做这个视频呢 我就想问大家一个东西 就是呢 你看啊 这些候选人呢 他们做这些 Pattern出来啦 你觉得对他的选情有帮助吗 一点点帮助有吗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甚至呢 我觉得呢 可能会有些反效果 也许你成功引起了人们对你的注意 但是我都说了 我连你名字跟你竞选哪里 我都记不起 只记得你曾经做了这些动作 让我觉得很好笑的 OK 而且呢 我说的反效果就是呢 应该要认识你的人 不会因为这个而认识你 然后呢 那些可能已经认识你的人 甚至可能有考虑过要投票给你的人 但是看了你做这些风马牛布相机 不知所谓的这些宣传视频啊 会觉得 这个人我投得下手嘛 这个人有点乖乖的嘞 我投他对路嘛 所以呢 你说是不是反效果 我觉得绝对是反效果 所以其实我今天呢 我是要奉劝一下各位啊 现在的候选人 或者是未来的候选人啊 不要做这些呢 非常无厘头啊 非常 飞到不能再飞的这些啊 风马牛布相机的这些宣传短片啊 真的对你的选情啊 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为呢 你做的东西 本来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so 在这里呢 我就是要提醒你们一下 非但没有正面的效果 分分钟还会有反效果 反效果就是我刚才说的 原本曾经啊 考虑要投你的人啊 会因为看到你这些东西 而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对路 好像不应该投你 ok so 说回来一个正经事啊 就是呢 其实马来西亚的政局啊 我主要还是说 现在呢 我们大多数还是投党不投人啊 这是一个事实啊 因为在马来西亚现在政治的大环境之下 基本上可以分两类 就是呢 如果你是要拥抱种族极端 跟宗教极端的话 你就去投国吗 如果你不是拥抱种族极端 宗教极端的话 这样你多数会选西蒙 或者是团结政府啊 基本上就分这两大类啊 就是其实就是选党了啦 选团结政府啊 或者是选这个国盟啊 选人呢 暂时还很难做到啊 因为呢 以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制度啊 就是你就算选人也没有用啊 ok 老实说了 你想想你现在选一个国盟的候选人 我比如说今天这位主角跳舞的这位 他除了跳舞 他还是一个天才 IQ 爆棚的那种 然后呢 各项的论证能力 施证能力都是100%那种 完全无可挑递的人才 ok 但是他是在国盟 ok 你喜欢不喜欢 你今天偷了他 他中选了过后 他如果是去到国会 他现在是进选州议员啊 我是说如果他是国会员啊 他如果去到国会 他是222个国会员之一 然后他也是国盟的国会员之一 刚刚好 要这个国盟啊 如果是过半数了 可以执政的话呢 他一定要支持他国盟的这个首相人选的吗 就是莫为丁座首相了咯 所以你选人就是这样咯 你选出来的人再讲好的好 他如果是代表国盟 他会帮助国盟的领袖坐上这个首相 然后你就会看到 首相是姆努丁 副首相是哈迪阿旺 所以你选人的意义在哪里 到最后还是要看党啊 是不是 所以以马来西亚现在的政治的情况来看呢 是没有办法太过容许你去选人 选党的这个成分啊 要大过选人很多很多 这是一个事实来了 啊 OK 所以呢 呃 在这里呢 我们就必须要带出一个信息 其实 当选民呢 要做出投票的考量的时候呢 啊 主要还是看那个政党 是什么pattern 啊 这个政党我应该选他还是不应该选他 很少会去看人 啊 然后更加没说 你候选人呢 还要做一些啊 搬鬼搬麻 这那种样子啊 啊 跳舞啊 丢Maggie Man啊 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啊 啊 可能他们认为他们正在加分 但是实际上是在扣分 啊 引人反感的那种 啊 所以 我在这里我已经解释到很清楚了 啊 在大是大非面前呢 选民 投票时候的考量 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政党怎样怎样 啊 然后看完了政党后啊 才看那个人 啊 基本上如果这个选民呢 他是喜欢这个政党的话呢 除非那个候选人是很糟糕很糟糕 跟他有过节牙齿印的那种啊 不然的话多数还是会投回那个党 啊 ok so 啊 总的一句啦 就是啊 这些候选人们啊 啊 当然 我刚才已经说了 他们个人可以发挥出来的 这些影响是很小的 但是呢 啊 有没有加分 无所谓 不要让自己扣分啊 不要再做这些很奇怪的东西 啊 很无厘头的东西 疯吗 牛不香气的东西 我觉得 拉低了我们 马来西亚整体的政治数字 你知道吗 啊 外国人看我们是笑到我们包的 你知道吗 还记得吗 当年马华 Love is in the air 笑到澳洲那边去澳洲电视台 放这个东西出来啊 他当做一个大笑话来笑我们 马来西亚 你知道吗 啊 所以啦 不要 拉低我们马来西亚政治的整体数字 好不好啊 这个是我最强烈的数学 我告诉你 啊 ok so 真的 如果你要争取 啊 选民的支持的话 其实最主要还是要从政党那边下手 然后自己 自以后选人自己本身呢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了 你维持那一个形象就好了 不要再去划舌天柱 啊 明白吗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